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2004年南亚海啸夺走超过29万条性命 堪称世纪浩劫 灾情最惨重的印尼亚齐省有四分之一人口丧生 无数家庭破碎 不过有位年轻男孩马尔图尼斯却幸存下来 当年他只有8岁 独自在海上漂流21天奇迹生还 获救时身穿葡萄牙足球队的球衣 引起球星C罗罗纳度的注意 因此赶赴印尼协助灾区重建 10年过去了 18岁的马尔图尼斯胸怀大志 他说要向C罗看齐 成为优秀的足球员 10年前 南亚大海啸这场世纪浩劫 造成印尼死伤多达23万人 受到最严重的亚齐省 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海啸中丧生 造成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这名获救的8岁男孩马尔图尼斯在灾难中失去母亲和姐姐 独自漂流21天奇迹生还 也因为身上穿着葡萄牙足球队球衣 感动葡萄牙足球界 本分将印尼海啸灾区伸出援手 当时在葡萄牙足球队的西罗罗纳杜 随即飞往印尼协助灾区重建及筹募善款 如今10年过去了 18岁的马尔图尼斯仍梦想着 有天能成为职业足球员 要向他的偶像罗纳杜看齐 我非常希望 因为我希望在国际上穿着葡萄牙足球的 我希望在国际上穿着葡萄牙足球的 并且能够肯定 能够肯定的国际上穿着葡萄牙足球的 我希望在国际上穿着葡萄牙足球的 我希望他们为他 目前马尔图尼斯 以入选为印尼国家队 每天在雅琪省的 黄马足球学校练习 马尔图尼斯认为 天天练习 他的梦想一定会达成 尽管海啸的记忆依旧存在 马尔图尼斯仍不忘 激励自己勇敢向前 张社综合报导 一张张照片都记录着 雅琪省经历南亚海啸后 民众如何携手重建家园 走出悲痛 南亚海啸即将满十周年 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中心 以建设的更好为主题 举办纪念影像展 有备于过去展览多世海啸后 满目创意的影像 这次展出多半是 互相帮助的即时照片 10年后 我认为 这是 印尼斯人的唯一 他们有共同性 来遇到每个问题 参展民众回想2004年 发生海啸的情景感同身受 当时造成一名死伤 多达23万人 受在最严重的雅琪省地区 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 在海啸中丧生 各国团体加入救援 帮助重建后 当地民众才渐渐燃起生活希望 展场中除了人道团体 深入灾区提供援助的记录 也看到当地孩子们纯真的笑容 透过一张张影像 了解雅琪人如何勇敢走出悲痛 也传递以重建取代悲伤 以笑容取代眼泪的正面力量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 雅加达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两度融应世界足球先生的葡萄牙球星 C罗罗纳杜在家乡马迪拉群岛 风沙尔为他的个人雕像揭幕 3.4公尺高的雄伟雕像 让本尊看了直呼比本人还要帅 最近的C罗意气风发表现极佳 即2008年和2013年 获得国际足球总会 世界足球先生的荣誉后 今年再度名列决选名单 有机会三度当选 他所属的皇家马德里队 更是过关斩将 才刚在世界球会杯 抱回今年第四座冠军 C罗享受胜利不到24个小时 马上飞回家乡接受表扬 当地政府除了送上个人雕像当大礼 也颁发荣誉勋章表扬 C罗激动表示 能拥有个人雕像非常特别 更是一份巨大殊荣 而这尊雕像树立在 C罗的个人博物馆前 象征家乡永远以它为傲 中阿社综合报道 两名头戴面罩 手持步枪和火箭筒的黑衣男子 闯入法国嘲讽刊物 查理周刊的办公室进行血腥屠杀 造成12人身亡 包含周刊总编辑 两名警察和八名记者 根据法新社报道 三名嫌疑人为法国人 年纪最精的莫拉德已向警方自首 根据目击者指出 事发当时 歹徒高喊 我们为先知复仇 真主至大 而查理周刊总编辑 长期以漫画嘲讽权利与宗教的荒谬 早被恐怖组织列为攻击目标 日前周刊更以戏虐方式 刊登伊斯兰教先知 穆罕默德的卡通画像 引起激进伊斯兰教徒不满 以汽油弹攻击 因此专家分析 这起攻击事件 可能与伊斯兰国有关 但也不排除是盖达组织所为 法国总统欧兰德 针对攻击事件表示 这起枪击案是懦弱的攻击 法国人最好的武器就是团结 这起恐怖攻击事件 被视为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上万民众涌入共和国广场 悼念罹难者 并手举我是查理的标语 强烈表达反恐 与支持言论自由的立场 攻击事件引起国际主目 加拿大 德国 俄罗斯领袖 同声谴责暴力行为 英国首相卡拜隆 更表示会尽力协助法国 弃捕凶闲 装设综合报道 强喷喷的挂爆上菜 仔细瞧 内馅是荷包蛋 加上米式肉片和酱汁 好像和传统有点不一样 另外还有用台皮为基底 调成的台湾鸡尾酒 这是洛杉矶大厨安东尼 推出的最新菜色 他前阵子到台湾 进行美食之旅 带回料理心得 以及对台湾的深刻印象 交通部观光局 举办品尝台湾活动 今年迈入第二年 除了安东尼以外 另外还邀请了纽约 看多伦多的厨师 一起走遍宝岛大街小巷 品尝道地的台湾味 这个idea就是说 我们找的是当地的名厨 然后他在当地的餐厅 也是人气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把他请到台湾去 然后去了解台湾的 这些料理的方式 回来之后 他就把台湾的料理的方式 带到他的餐厅 那原来就有很多fans在这里了 所以这样子一方面容易推广 那一方面呢 我们这个菜单呢 会在这里有一个 一个月的特别的促销 三名北美厨师的台湾美食之旅 也用影像记录下来 剪辑成30分钟短片 将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频道播出 让美国民众更加认识台湾 了解台湾丰富的美食文化 中央社记者吴邪昌 洛杉矶报道 今年冬天 中华职棒球迷是否觉得冷清 往年都在球季后 举办的新人选秀会 从今年开始改在季赛期间举行 预计将有旅美球星 尼福德 林哲轩 蒋志贤 和曾经加入日本职棒软银音队的 杨耀勋等球星参加 部分参与21U锦标赛的选手 也将投入选秀 新秀球员势必在中职战局 掀起波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